FF已累计亏损28亿美元 CFO称有充足现金支撑至FF91投产 12月8日 Faraday Future举办线上投资者沟通会 首次披露公司IPO后的财务状况 根据FF官方披露数据 预计今年三季度 FF经营亏损约1.43亿美元 净亏损约2.8亿美元 自FF成立至今年9月30日 累计亏损约28亿美元 并在可见的未来将继续产生重大经营亏损 FF全球CFO Chuck McBride表示 FF方面认为 负债总额减少是由于通过发行股票和支付现金 完成了对供应商信托 某些信付票据和关联方信付票据的结算 近日 FF发布公告称收到纳斯达克信函 被指公司不符合纳斯达克上市规则 要求公司在60天内提交 截至今年9月30日的季报 否则可能被要求退市 FF方面回应称 FF正在调查来自做空机构不准确披露的指控 调查结束之前无法提交财报 FF在2021年11月15日的12B-25年度报告 对第三季度的初步业绩进行一些评论 而FF的具体财务状况仍在审查当中 以便能够完成10-Q和F1除以A Chuck McBride表示 眼下如期量产交付FF 91已经成为FF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线上沟通会上 Chuck McBride再次强调 当前FF加州汉服的工厂进展顺利 已经完成了准量产车生产设备的安装 FF91正在进行整车安全测试